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要來玩這款遊戲叫做心之後裔喔 那我們今天的話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最強聽手抽角色 還有這個 遊戲可以用的禮包碼及手抽教學喔 好他們 首先的話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禮包序號 那禮包序號的話 對話要先來到他們的官方網站 這個網站上方會有一個 兌換序號 他們點開來的話這邊就可以輸入這個 帳號代碼 好那帳號代碼的話是可以點開左上角 然後再設定 這邊的話下方這邊的話會有帳號這邊的話代碼可以先複製起來 好那帳號代碼輸入完成的話記得按一下右方的確認喔然後接下來選擇下方的伺服器啊 然後輸入完我們序號之後按登記這邊的話因為我是兌換過所以說他這邊已經 顯示已經兌換了那兌換完的話就可以在 遊戲的信箱中就可以接受到這個序號獎勵喔 只有兩個這個緣份的結晶啦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其他的4000預約獎勵喔 然後這遊戲的 最強廳手抽排行榜的話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巴哈的最新節奏榜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的 賽亞還有愛德華 然後接下來的話 右方這邊的話是推薦的這個 開服就是他必退這個首抽賽亞 他是 水屬性啊然後再加火屬性這兩個屬性的話都有 重點的話是他能打然後又能卡就可以一直 補自己一起啊就非常的好用 再來的話就是 新手一些首抽小細節啊那基本上的話大家是可以 稍微 再參考看看喔可以再去拿一下詳情裡面的 額外的抽數 還有普遲的兌換獎勵喔 好那這邊的話 準備來開抽喔 需要緣份的結晶 及 命運的結晶喔 小小緣份啊然後這邊是超越世界的命運之地喔 好這邊的話新手十抽啊看能不能夠抽到 這個五星角色喔 來稍微抽抽喔這個是怎樣 這個動畫算是好的嗎 看一下 10 抽 好像只有四顆星耶 好納燕 還有其他的長弓喔三星長弓 好吧那估計最高興就是四星喔 有沒有歐洲到啊 就只有抽到10 10抽的這個四星喔 那這邊的話就搶了賽亞在這邊啊 然後其他的抽的獎勵可以在我們剛剛兌換這個訓項這邊領取 好這邊就記得把他一件全部都領取起來 好那麼新手抽的話當然是 比較推薦抽這個新手池啊 他50次內的話就可以100%獲得這個五星喔 而且重點是他的機率喔 比起普通職值還要高了個一倍啊 像這邊的話是 0.075%嘛 但是我們一般的普持要抽到五星對應的角色只有 0.0375% 其實這個%數已經是 夠低啊你想說如果只有1%的話那其實 你100抽可能會中一次喔 但是這個機率真的太低啊 你就不要考驗 我們就直接乖乖的開抽喔 OK 而且看這邊 他是打了個8者 只要8個就可以抽10次喔 還是 比較划算喔 這邊可能會提前先抽出來嗎 就是保底出嘛 保底50次一定會出 沒關係我們 這邊 就用他送的這邊 一直來抽 20抽 好 只有中了一隻角色 而且還是已經有了 拉尼 然後抽完的話如果你有 一些新的角色記得打開這個頭像 然後再點擊這個書籍啊 然後在右下角的詳情喔像這邊的話也可以再領個幾抽啊 就是緣分的結晶 緣分的結晶 看一下我們這原本的 這幾個角色然後再抽一抽的話就可以再 抽個10抽喔 好等一下我們這邊又有80啊我們30抽拼拼拼看 好 又都是武器 好像有比較強的喔 三賽喔 這個好像也是 蠻不錯啊他是排在 T0.5的那個地方所以說如果不是 非常負重的話應該是可以 直接開了吧 反正這遊戲要真的抽中應該幾率也是 還蠻低的 然後最後的話可以在商店 商店那邊的話可以再去兌換啦 我們一樣是點這個 小頭像然後點開商店喔 我們可以點開這個交換新之記憶喔這邊的話也可以再 多換個5個看一下這個限定的召喚 這個命運的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也是都換一換 那就可以再多換到7個 也是蠻不錯啊就是手錯的話就這樣刷喔 好也是 來單抽看看 看能不能夠出角色 出一些好用角色喔四星毒煙 三星毒煙 三星毒煙 加最後兩抽啊 最後一抽 但能不能夠中 好果然是沒有這麼好抽喔 終於解除了自動戰鬥喔 會自動技能道具還有副本 那我可以手動操作 讓他們去移動喔 還有強攻跟散地 好這個就是非常適合我們的一個系統 自動戰鬥 這邊還可以換成 拉尼啊 給我看一下 感覺被打一下掉了蠻多血 好 我們的近戰不僅坦而且 輸出也是蠻夠用的 而且被敲了個幾下你看這個血才 被敲了一下血才掉這一點 好完成這關啊這關的話有自動戰鬥 耗時就非常快 消耗時間就比較短 左側 這個騎士團本鋪 騎士團本鋪 這是我們的角色 好吧那美上就是今天的這一個 星之后裔的禮貌需要分享 及 強的聽手抽角色的開玩法 及 手抽教學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這次見 大家 拜拜 拜拜